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约翰一书第十天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 要住在主里面 论到你们 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 常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经文中的这些信徒 极可能从约翰那里听了福音 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 为他们的罪舍命 后来复活 并似他们新生命 而且他还要再来 建立他全然丰盛的国度 但他们却受了假教师的影响 否认这些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 常存在心里 一直不可背弃 起初的信仰 而要让这生命之道 牢牢地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心里 一直让生命的道 在我们预备好的新田里 生根长大结实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一指纯正的生命之道 必定会带进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无间隔的交通 信徒应当竭力持守 那纯正的福音真道 不可让所谓的新教训 新神学 扭曲了那起初所听见的真道 基督徒不需要任何 在神的话之外的教训 来作为神的真理 异端教训 即使听起来高超且吸引人 但都是一些花言巧语 并不能给人带来实际的生命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主所应许赐给我们的永生 并不是需要等到将来 才能享受 而是现在就能立刻感觉 并享受得到的 自由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凡事指信徒日常生活 灵修侍奉等一切的事 教训你们 指圣灵在信徒的里面 借着如同高油涂抹的运行感动 使信徒明白神的旨意 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句话是将恩高的教训 和人的教训做对比 恩高的教训是真实的 人的教训是虚荒的 两者之间的差别 乃在于永无永生 今日有许多信徒 正陷入丧失基本信仰的危险之中 约翰鼓励他们 要谨守起初所听到的真理 借着仔细研究 加深对主的认识 并把这些真理教导别人 无论我们知道多少 都必须谨守基要真理 耶稣是神儿子的事实 永不改变 他为我们所做的赎罪计 也永远有效 弟兄姐妹们 基督透过圣灵 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活在基督里面 我们有圣灵的内住 我们的人生就不置迷路 主啊 我要更多住在你里面 聆听你的话语 道读神的话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论到你们 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 常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永生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 常存在心里 这样我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我们真要把你所教导的 刻在心板上 凡事行在你的心意中 主啊 是的 我们要凡事 把你的话语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凡事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主啊 当我们的心里面 有你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住在你里面 主啊 你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把你的话 牢牢的记在心中 主能够生根 能够长大 能够结实累累 主啊 谢谢你 有圣灵 内住在每个儿女的心中 感谢主 阿们 主啊 是的 谢谢你 谢谢你的圣灵 住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 我们也要住在你里面 如同枝子 连于葡萄树 你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的灵人成长 供应我们灵里的需要 主啊 我们必在你里面 得着宝足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必在你里面 得着宝足 主啊 我们也知道 你的圣灵并将你的真道显明出来 以至于我们在认识你的话的时候 主啊 我们不只是在字句当中 主啊 我们更因着你智慧的灵 主啊 我们可以得着你的话语 主啊 能够可以得着你的力量 主啊 愿你的话语 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 可以扎根 阿们 主啊 是的 愿你的话语 在我们里面扎根成长 能够在凡事上引导我们 主啊 也谢谢你 有你的话 我们就住在子里面 也住在父的里面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住在父里面 主所应许我们的救世永生 主啊 你所应许的救必成就 谢谢你应许将永生赐给我们 愿我们一生都顺服圣灵的引导 走在你的心意里 直到将来见主面 阿们 主啊 是的 主啊 你把你的话放在我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可以救走在你的里面 主啊 也可以走在父的心意当中 主啊 愿我们都可以一同在主的真道上 得着你所应许的永生 主啊 这是孩子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